我闻到了 曼陀罗的味道 天黑请闭眼 女巫 请行动 放心 你还死不了 天亮了 9号玩家请发言 我这边底牌一张好 然后就是女巫包下刀口 第一个发言给点容忍度好吧 1号玩家请发言 好 看好了 4号给你演一把 我是女巫 昨天盗口的3号位 我捞的 好吧 我不相信3号进来玩自刀 我2号女巫 3号赢水 好吧 这把是麦克女巫局 给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 这把是19上PK 19上PK 所有人都要投票 所有人都要投票 只能投1或者投9 只能投1或者投9 好吗 弃票的吃毒 投1型票的吃毒 点自己装猎人的吃毒 就是19上PK 所有人都给我上票 否则一律吃毒 后面的3 4 5 6 7 8 文家在你表水的时候 请不要拍身份 请不要拍身份 更不要在表水时候 说要投1或者投9 你可以默默投出 你心中那张票 但不要在表水时候 说你要投谁 如果后面 但凡敢质疑我女巫身份的 让我单票挂的 一律吃毒 我再说一遍 这把是麦克女巫局 19上PK 所有人都投票 7票当当打 点1票吃毒 点自己装猎人吃毒 7票吃毒 好吧 后面但质疑我女巫身份的 质疑我玩法的 让我单票挂的 一律吃毒 好吗 3 4 5 6 7 8 在表水时候 请不要拍身份 更不要说自己要投谁 就是这样 好人听好 你要遵守我的游戏规则的话 好人胜率达到7 80% 好吗 你要不遵守我的规则 那你吃毒 狼人必胜 看你想帮狼人赢 还想帮好人赢 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后面不要给我拍身份 更不要我置疑用女巫身份 如果后面给我对跳女巫的 所有好人给自己点1票 然后我来晚上带走她 就这样 过了 3号玩家请发言 你救的我 其实我倒牌 没必要救的 那你既然救了不 那就好好盘一下呗 你二二排一张女巫 救的三二排 我三二排吃到的情况下 你是一九拉比 可以说要打这个起跳位是吗 那这样一二排 我感觉他不像那个狼啊 他起跳 他只能发一个闭口的 除非他往右手里去验 对吧 这样好人基本不信他 你说一九拉比 那你已经贵票了 我我肯定不说啥了 我感觉一九 说的话这两张 就我三个大口 你开一张牛班 发不去就没了 搞不好就四五六七八 就三个了 那你要这么搞的话 那拉PK了你都说 我想让四六拉PK说是吧 或者四五 你既然这么拉PK了 我我好赶你的票行吗 那不改了吧 就这样吧 要不我改一下吧 你单票挂吧 也别拉PK了 这个PK不好拿的 说什么 四号玩家请发言 大家好 这一句就像二 耐克女 秘密局 啊我说真的 我可想摆烂 但是 再摆烂就 对吧 二号拍 女巫怎么能怎么称 一九拉PK 你觉得 你不想给容忍度 那可以 对吧 九号手指尾发言 一二人 又 你发PK 老人自贷三票 对不对 能怎么称 这个容忍度 你不愿意给 那我看看 能不行吧 你说说 就一九两张牌 他们 聊了个呆啊 上一上九有区别吗 你敢不敢 出去 你如果打这个起跳队 不能打 我不知道 我一会儿拭目以待吧 我真的觉得不公平 人家不知道刀口 划水这个发言 你要 你大不了让我 刀口开三 四五个票给上 比他 四六 是不是 什么大家盘什么 公斤刀 我都能认 我好好发言 有 有这个容忍度 多少 你发言 拉个PK 没问题 最起码只要刀口 能盘出来 但你让 硬让一九拉 我说不出来个啥 因为我不知道投谁 啥都没听出来 你看看一一号 发言多少 十秒 九号十二秒 头 头这个东西 有 就没有 那你随便 好吧 反正在我心目里 上一上 要 纯打位置学 五号玩家 请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好人拍一张 然后 刀口如果出来伤的话 我肯定是要 重踩十六 还有一 都要踩 但是 这把一九拉PK 我不好说 这么说 可以 一九拉PK可以 可以天理礼物的 我怕就怕在一个 男人看得很清楚 他可能会支持一九拉PK 如果说 一九里面都是好人的话 他无所谓 反正一九里面 谁输来都对男人有利 好吧 如果要这么玩 那怎么这么玩呢 好吧 一九拉PK就拉PK 六号玩家请发言 二号 不能一九拉PK 懂吗 一九 前作为发言 已拉十RPK 也要拉四五六三张牌 拉呀 后面还没发言的牌 不拉PK 一九两张滑水牌 发言牌 拉PK怎么拉呀 我太不明白好吧 我太不信两张牌 这局让二号单票断 好吧 没办法 我周围知道对吧 怎么拉PK 我这一场五号拉PK 因为五号拉PK 咋发言的 五号是想要一九拉PK的 对吧 全场听起来 只有这五号听起来 是有点想要一九拉PK 其实全场没想要一九拉PK 这局全部七拍二号单票乱 对吧 我觉得你前作为 这不好牌 一二七八拉PK就行 一九两张发言的牌 咋拉PK呀 我天呀 你仔细想一想 他没发多言怎么拉 你要拉后 只会没发言的牌 拉PK台 四五六七八都能拉PK的 你非要一九拉没太懂 好吧 这局以二号单票断就行了 好吧 我整这样说 拉PK牌我太不信 你们非要上拉PK台 我一九两的牌 我真太不信好吧 我也会七票的 没办法这局也要一拉PK 下局往下局这情况 往没发言的地方 拉PK好吧 这二号代表乱 七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说这张二号牌 他意思是 开局 他不让报身份 然后呢 不能说要投谁 我 不是啊 一九两张手之围 他们不报身份 他们没有办法玩 好吧 这拉什么PK啊 真的是 你但凡说找一个 发言有用一点的两个位置 拉PK也可以啊 你是那两个 前之位发言的 说拉PK 我的天哪 真的是 我整蒙住了 你直接当自己单票挂 好吧 真的是 八号玩家请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 二号牛做事 好吧 就我 听到你们四五六七 四张牌发言之后 只要不拉 不说一九拉PK的 在我这边听啊 都有毁灭 好吧 三号女巫 三号饮水牌 二号女巫 我八号好人身份一张 我是支持一九拉PK的 为什么 一九在我这边 至少五五开 好吧 百分之五十概率 总不可能五连好吧 对不对 我不信的 八号这边好人拍一张 一九拉PK 好吧 如果说有谁弃票的 就如二号一 二号手说领读 好吧 如果不想领读的 一九拉PK 你们没有方向 我给你们方向 好吧 我八号好人拍一张 对吧 三号饮水 二号女巫 一九拉PK 好吧 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总比你们弃票盲头好 好吧 过了 一九拉PK 好吧 开始放逐投票 六号七票是吧 天黑请闭言 女巫 从现在起 你将长眠 天亮了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以为女巫会破我 好吧 因为她第一天票了我 对吧 她破了这张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理由 好吧 我第一天为什么不上票 因为我这里可以扛出的一张牌 好吧 就这么对话好人 我但凡如果是张狼 我肯定把这张九给出了 我肯定会上九这张票 但我这里就是一个可以扛出的牌 好吧 你只能去盘这个票型 七号玩家怎么说的 七号玩家说 我不同意一九去拿PK 对不对 然后上我第一只张票 那我是不是可以拿你七九双飞 这么对话好人 对吧 我希望原家还在场上 好吧 六号女巫 我希望她能赌对狼人 好吧 就这么聊 过了 三四十归票位 你们自己去归 好不好 我这里一个起票位 什么话也说不了 好吧 而且是一个扛住的牌 就这么聊 好吧 我的狼坑位 七九 剩下来一个狼坑位 你们自己去盘 好吧 九号玩家请发言 长夜已至 天黑请闭言 当各位闻 整 tests 老百能 pekt Reset 大营 这几天 贷 그래 从个女巫 要赴 天亮了 等待玩家发动技能 五号玩家请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啊 游玩家在场没有 游玩家我估计应该没在场了 这玩意又倒了一个啊 嗯 这一把的话 七号不七号狼人之暴了啊 七号狼人之暴 他投的一啊 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我只能认认那个一是个好的啊 只能认认一是个好的 那你就四九了啊 好吧 五号牌好人牌一张啊 那我才是你们四九啊 别想欲才九 为什么 你七号牌你看得清身份啊 怎么不投九 投一 呃 这里有点怀疑啊 但也不排除啊 不排除 不排除九号是好人啊 不排除啊 我是说不排除 反正你投一啊 一号肯定认个好啊 我是这么觉得啊 七号牌 七号牌已经自暴了啊 好吧 我才是四九啊 只能才是四九啊 好吧 五号牌好人买一张啊 四号玩家请发言 一号身子已经交掉了一张平民牌啊 是吧 就看票行文章六号牌 八号在墨之位 人家说了 二号牌虽然我们认可你这种手法 但是该上票上票 二号牌说了 那个啥 七票的 这个那个吃毒的疫情票 对不对 不要再去改了 你六号牌选择七票 一号认出 不知道是一号被上 PK台了 人家如果是一张好人牌 不想多这个废事 没有视野 为什么要上票 但咱们不一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六号牌吃毒的这个点 你五号牌 你看你去看看票行 你过来仲彩四九 八号牌早在夜里 你要认识八号 七九这边上票给一 你首先要去仲彩这张九号 再看票行四五八点了这首九 八号是个 你五号是个 那我四号是个啥 我是狼啊 我是个狼 我也去点这张一 对不对 为什么第一天 就是还是觉得选择了这张九 你也要做个选择 刀口开这个 三 一二 四 我觉得这是三张 可能被泼脏水的牌 应该刀口开在这个位置上 你二号开在这个位置上 你二号也在起跳位置内啊 那有什么一号牌不能摘的呢 我四号也是一张焦点牌 所以 我觉得起跳比较安逸的位置 是在这张九号 我想打 六七九 三皮狼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也觉得九号牌肥面较大 完了那天我也没有投票 到最后还是没让你我就单票过 一九还是拉着PK 对吧 七号牌在那个位置自爆了 九号牌是给一号上票的 一号是自己他不投票的 对不对 完了七号也是给一号点了票 是不是 那七号为啥不点九啊 别点了一 七九双狼 很可能的 到我三二牌 七九很可能性能双狼 这样八号牌倒白了 趁着远家到的呗 对不对 车就没毛病啊 我觉得九二狼面太大了 七号自爆是啥原因呢 也就是说 想让我们觉得又这么没狼了 是这个道理吗 我怎么反过 我第一天我就觉得 一号应该拿不起 让狼人摆他那位置 他不知道远家的话 跳不起来 说是吧 就这样吧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一号玩家在这里发言 好吧 不想多说 我这把肯定把这张票 点给这张九 但我不想去拉票 好吧 因为我这里是刚扛出的牌 我对话三四五 你去盘这张九 如果你认这张九 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请你看一眼票行 谁上的我这张一 如果你能够盘得通 九这张 如果是张好人牌 他这个二七投给我这张一 他的狼人牌在哪 你们自己去排狼坑位 如果能盘得清楚 你上我这张一 心服口服好吧 我这把肯定出这张九 他九流了再花 我又上这张九 好吧 九号玩家请发言 我就上断盘 那你们就上我吧 就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都来踩我这张九 那就上我呀 那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也没有任何身份 就我莫名其妙 一九拿那个PK 然后呢 四五六 有说不让上PK的 但是也有人上票的 然后八号说 让上PK 然后八号是在最后说 让上PK的 然后七号开始说 不让上PK 然后八号最后说 让上PK 然后呢 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切 就是我就是躺着也中枪 那么你们就上我 就我能不能说 我一九都是双号 我可以这样聊吗 我这样聊你们不信我 那你告诉我 我的狼队友在哪里 就现在七号一张狼人牌 你跟我盘七号是我狼队友 那我就还有两个狼呢 都还有一个狼呢 你三四五 都是把我这张狼人牌卖了吗 那我不理解 就你这张五号牌 起身是怎么发言的 就踩死我 我这张九号牌 前里四五都是上我九号牌的 那你这样我也没法玩 就也没必要什么拍身份 也不是拍身份 我可能是下你这张五的 我只能说一九双号 开始放逐投票 六七九三号 要救人 先救新 麦克尼物局好不好玩 是不是赢了 老老师遵守规矩 是不是能赢 还改票 还弃票 还挑一行票 不是我后来想起八号说一九拉皮克 这么支持一九拉皮克 我应该觉得八号就是预言家 遵守外科女巫局的规矩 我就这么好人胜率达到80%甚至以上 我不是预言家 但是三号银水二号女巫 一九在我里面就是五五开 你别跟我说 你这一九拿皮克 你这一九拿皮克是很不好的 我一九都没有说话 你肯定要是四十六七 我有我的思考量 我有我的思考量 OK 你有什么思考量 你就是 你别跟我说 瞎我碰死耗子 九号 我真的 这把这种玩法 我玩得不下一百把 二号牌 二号牌 不是 你点一号牌了呀 解释一下 对不对 三号你个预言家 你查出什么来了 你怎么也没 你是怎么说的 三号 优势是你这个独裁赛这张六 我觉得九号是个狼啊 我说了 你三号不报查验的吗 说什么说 那一要怎么 他没报 他三号没报 没报查验 我以为八号是预言 我也以为八号是预言家 他采了个九 我也以为八号是的 真的 他要不然这么支持一九 全场 他应该查出个什么 不敢 我告诉你 全场就八号懂我的意思 你们这个三四五六七 都没懂我的意思 真的 我真的很累 我跟你们讲 就是 非常三号牌第二天 他两天全都 我想知道 七号自爆的点又在哪里 三号大凡不是个饮水 直接吃毒 我不理解 这个七号 背上 我也没理解 七号 还不一定 真的 七号不自爆 我觉得七号不自爆 真的不一定 真的 因为 因为你如果把我吹出去 我感觉你们都不看我吹 我觉得这个优势是这个六号不对了 因为他是一张照 我跟你再说一遍 这种局势我玩了不下一百把 狼人什么样的做法 狼人什么样的发言 我全都在我的小数据库 好吗 我知道谁是狼 六号他是狼 他跑人不可能这么说话 所以你第一天 跳给了我 我随便投的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扭你说的最大好吧 真的是随便投的 我就希望我拿到一边 可以点出去好吧 你玩仇杀就没意思了 我是按逻辑来做的 没有 我没说仇杀 我说我这里幸好是张平平牌